歡迎各位身體文潔廣播經 這一集錄影是歐冠八強次回合 第二天賽事之後的錄影 利物浦主場對著王家馬德里 首回合利物浦作客落後1比3 但很遺憾次回合回到主場 只能夠給零動對方打勝平手 遺憾地要八強出局 伴隨著利物浦今屆一系列這麼結蕩的表現 相信可能利迷會有些不太開心 但我個人認為都是一個契機 看看如何努力作出一個改變 目前餘下的目標就是如何踢好 就是爭回前四位置 保住來界一個勾管的席位 回到主場次回合賽事利物浦 在正選陣容上作出兩個更改調動 前鋒用回發明爐 頂替了奧高祖達 另外尖士米蘭上陣 頂替了上一場表現患得患失的拿比基達 至於王家馬德里和我的構想有些出入 可能因為雙兵的關係 右閘的努卡斯華斯基斯受傷不能夠上陣 已經成為了防線第四位主力的雙兵 我原本認為阿辛斯奧這場球可不可以收在後面 拍伊斯高或華為迪 誰知華為迪就要洩回有閘位 繼續阿辛斯奧上陣 其餘各個位置不變 其實一開波組段 利物浦的緊迫程度 是可以比作客王馬的決心更加大 沒有那些進退 似乎是不上不下的感覺 一開波沒多久 那開波很早很早時間 即是不夠兩分鐘的時候 文尼乘著王馬的後衛未站穩陣腳 要說回文尼 我自己在賽後看到很多利迷對他的表現近況 不是太過滿意的 但是一個球星 過往那幾屆裏面有這麼出色的表現 稍稍回落了 或者這個都是利物浦整體大圍的氣氛影響底下 但在這個上半場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交到功課了 起碼在創造機會那裏 自己埋門差一點 但在創造機會那裏交到功課 不夠兩分鐘 他已經有個突入禁區的橫傳 由左路傳回 在右禁區中路壓到進來的沙拿 對方的球員已經追不到 但沙拿一射可能還未夠新 省中一個古道浩斯 其實我覺得上半場這麼多的攻勢裏面 反而是你一個那個的趨勢最大 很可惜沙拿把握不了 真是面對面 得好得面省過去 去到這個十分鐘的時候 尖視米娜在禁區外面 接影隊友的回傳 就一個很漂亮的趟射 直衝去網頂 但就被這個古道浩斯 飛身應該說是托了出去龍門後面 然後接運二十分鐘的時候 由黃馬一個邊路沒有什麼威脅的直線傳送 傳到那個前場 其實都已經不是賓斯馬佔據最有利的位置 但他仍然是逼到這個菲立斯 那就失誤了 結果賓斯馬就把菲立斯拋在身後 自己在左路邊線一路 然後就向著禁區進發 那時候其實卡巴克 另外這個回後追前的菲立斯 就緊盯著這個賓斯馬 但賓斯馬在這一刻 雖然他年紀很長 但想不到他的腳下功夫 分分鐘當是BBC這個組合 我要說回 其實斯朗的腳法 慢慢慢慢 去到三十二三歲的年紀都有點下降 那巴爾就更加不再說 即是退化得很快 但是維路斯賓斯馬似乎 那個波底 去到這個年紀 一個老漲階段 仍然是保持著的 那這個波他入到這麼距離很難 正一勺吸過卡巴克 另外再吸過菲立斯 就起了一個命射 射這個地波 不是很有勁度 但是有一點點角度 但很可惜 就算阿里神落地也撲不到 但仍然是省做門柱 那麼這個波幾乎 就是這個突襲成功的 那麼去到上半場尾段 等著之後 其實這場波 雖然利物浦是佔了一出來 佔了一個很大的主動 但是你說實際上 那些攻門威脅 都是門前掠過 硬硬的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就還有去到四十分鐘過外 這個波 同樣再次紋尼 幾乎好像複製了兩分鐘過外的攻勢 這次其實在禁匯裡面更加多人 但仍然是能夠把球 折到去比 同樣在右路壓到入 中路禁區 接近十二碼點的沙拿 起腳了 結果 越微而過高出 應該說有些衝刺過急 但是沒有辦法 落後兩球 那個招急的情緒 那個心情 我都理解得到 可以說是 那麼沒多久 在分多鐘之後 就輪到這場波表現 其實是挺好的 就是出擊方面的阿歷山達亞路 這個波從右路一直壓過去 從右至中路一直向前 但其實有少少困困困 但仍然被他殺到禁區 接著回合 偉拿到沒有後上 蓋進來 又是一腳命蛇 但很可惜這個波 也是越微高出的 這兩個參試 算起來 一開球早段那個 就是維茲利物鋪上半場 三次最大的攻募機會 尖四馬那一局也有威脅 不過那個軟射就薄一薄 射得漂亮 下半場一出來 五九十分鐘 又是阿歷山達亞路 就跟偉拿到沒有 油路之間的互相配合 最後這個阿歷山達亞路 就用腳面 扯了一個波進去禁區裡面 廢明路就已經入攝 頂住對方的手櫃 轉身射門 但很可惜 射地波 兼射回窄位 即是古董奧斯的左手邊近處那邊 他落地一擒 就已經擒得住了 及利物鋪作促換人調動 去到六十分鐘的時間 就是阿歷山達亞和迪奧高祖達 進來 就換走了這個尖四馬 保持中場的輸送能力 以及卡巴克 就有點擺脫 即是收起一個後衛 或者是發奔龍而後一點 填上位置 這兩個換人調動很明顯 因為利物鋪死打兩邊去 似乎不是很收效的 而中路也缺少了球員的能力 這個能力的表現 就是可以在中路直推 那邊攪局 關於這一點 阿歷山達亞進來 60分鐘不算太遲 至少有他 希望能夠在中路 撕氣球 事實上阿歷山達亞進去 試過有兩三次的短傳 都是叫做堅硬折進去 雖然不收效 但起碼多了這一範球 這波 這波 也是隨著黃馬 亦都駁到差不多 體能下降 黃馬體能下降得更快 是理所當然的 用這個殘陣 已經接連踢了這麼多場球 72分鐘就是奧迪奧蘇 就入替卓奧斯 另外就是 諾迪高的速度很快 就入替另外一位速度很快 的維尼素斯 這個位對位的換日 維尼素斯和諾迪高 保持速度 嘗試一下 維尼素斯 亦都很大程度上 牽扯到利物浦的首位 其實他跟上一次的比賽 或者跟之前 國家打比對著巴塞 那個攻克能力 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上次對利物浦 他擺得到兩次的起腳機會 而奧迪利奧蘇拿 在這個時間進來 最主要就是 把華為推上去 就增加中場的速率和活力 而他在那個階段 利物浦的左路這場球 又不是說 左路推進的時間不少 佔三分之一 捉三分之一 但是 不是產生更大的威脅 其實我覺得 在出擊方面 羅拔臣也有少少 不是在最高的水平 這兩場球 文利又有少少 不是很穩定 導致奧迪利奧蘇拿進去 斯坦相信他能頂得住 這個球員 起碼夠氣夠力 這樣的確 是拿回一個控球形勢 或者是不會被利物浦壓得那麼緊要 坦白說 這個調動幾乎 已經決定了整場球的走向 其實在這個調動之前 黃馬 你說有沒有機會 都仍然是有一次的突擊 在後場的猜傳 利物浦的球員 只有高位的企位 但是沒有高位的真正的壓迫 結果被黃馬的守衛很羨慌 在人馬之間 就交了個右路回後壓回來的 這個費特利高華維迪 這場球我覺得表現相當出色的 其中一位黃馬球員 他很有勁度地 用左腳回口 車身把球大斬向前面 是越過半場的 這個球 華維迪一定要先了解球員的走位 即是自己隊友的走位 那時還未被換出場的 而他得到華維迪的這場傳 他說 以奧斯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人 可以放到這場球 下去跟菲立斯鬥走 再一次菲立斯 戒熱 上一場球 給維尼素斯 那個胸口 肩膀壓前 拼過他之後 有一次一對一 是處於下風 追不到這個維尼素斯 但是 利物浦的門將艾利神 他的反應相當快 出形就擒掉他的球 但是後上的賓斯馬 亦都走到來想撞射 結果阿利神有 亦都再一次 封擋了這個球 這個球是很大賺 我個人覺得 如果偷到雞的話 基本上 這場比賽更加早 是沒有了一個原念 去到80分鐘的時候 賓斯馬再有一次機會 接應右腦的全中 就刑頂了 空曬沒有運壓著他 不過可能也有這麼長時間 疲倦 那個判斷 那個體能都不是很足夠 所以刑頂這個球 不是硬得很硬 這場球 所謂一些巨威脅的公門 就是這麼多 快想快樂 挺好看的 這場球 但是 在那個入球 我想是滿足不到 各位的球迷 那麼利物浦結果要出局 都可以總結一下 利物浦這場球 不是沒有改進的 起碼在中前場的緊迫力 比較主動一些 但這種主動 我個人認為 相信他們其實 逐客黃馬的時候 一樣可以這樣踢 一樣可以 我覺得 一連串的影響 是倒下來的 我嘗試用我自己的方法 去理解一下 或者那位理迷 可以跟我交流一下 看看你們有什麼意見 自從雲迪克 祖高美斯的重傷 然後馬迪普又受傷 Kindersen又受傷 這些主力受傷 雖然有其他球員可以頂替得到 一兩場英超 我們可能看不到什麼 但因為要在整體上 要兼顧防務 毫無疑問 令到中前場的一班球員 或者整體所有球員 要付出的體能代價更加大 同樣我再次說 這些一兩場英超 你未必看得出 其實都看得出很久 或者你這樣說 但慢慢慢慢 這種其他位置的球員 要更加為了防守 作出捍衛 因為他們的損耗慢慢累積到下來 有些利迷會覺得有球迷 甚至乎我這些客觀球迷 看上去好像可以去得再盡一點 其實是可以去得再盡一點 所以我想說 首回合他們應該是有這個能力 去踢一次回合一開波出來的 那種主動的壓迫性 但為什麼沒有呢 比黃馬拆得那麼舒服 拿著佔進了那個形勢 甚至乎要被人說 那個級數有距離 其實是可以拉緊很多的 這個我覺得是長期損耗 積集到現在的一種 慢慢發出來的 就是這樣 再其次就是 對他們一些重心球員 摸不著頭腦 可能你會不會想著 黃馬打主攻 或者是踢這個短傳為主 其實如果有留意西甲的朋友 都知道 其實黃馬很多時候 你派到維尼蘇斯上陣 那些踢的都是快速的反擊 不過他們是有目標去踢一些反擊 就是有心營造出來的意思 利用他的速度去爆 不是維尼蘇斯陣地戰 其實他的威脅又不是那麼大 你有看他 而現在這一刻他的級數就是這樣 變成你沒有什麼防範的時候 對於他們那三個中場 有兩個老將 一個黃馬的中場線來說 我沒有疑問你是忽略了的 今場幫你派維尼蘇杜姆 或者詹氏米蘇 有時候跟一下卓奧斯 或者發奔奴 這個是一個改進 但這個改進其實也是可以這樣說 你首回合就已經是有 應該你是部署這樣做的 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卡斯美魯這個球員 可能你算賓斯馬 算阿辛斯奧 維尼蘇斯 其實卡斯美魯 我上一集都講過 上一集講黃馬對利物浦 我上一集都講過 他的用波能力分分鐘 如果你不算艾簡達拿 都在你一眾利物浦的中場球員之上 其實如果你今時今日去看 卡斯美魯已經不是一個 純粹防守的中場 那卡斯美魯為什麼呢 因為長年累月跟著 卓奧斯跟著摩迪兩個大佬 感染到好東西 利物浦就是這樣 當然三叉擊 或者甚至乎派到迪奧高早達 都不能夠改善太多太多 都有朋友批評 高普永遠沒有Plan B 即是沒有另外一手的準備 這個很有趣的 我們看下去其實 你進入這個艾簡達拿 或者之前你進入的南野托實 其實是不是想有個改變不同呢 或者如果奧力志那個狀態好的話 可不可以當個高中鋒這樣用呢 這些都是可以增添的元素 我就是經常強調 元素這兩個字 但利物浦就將可以發揮 可以擁有的元素 似乎又不是這樣拿出來用 南野托實現在外借了修賀頓 我想說 你說我買後炮也好 這場球如果是中路那路 多一些後上的人 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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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 黃馬沒有那麼難放 上半場 咦 你不斷兩邊傳中兩邊斬過來 我剛才也有一個公門沒有說到 就是有一下上半場 阿歷山達阿奴在右路用左腳 扯回軟處那邊 那麽文尼就內遲一步 文尼可能不太適合 會不會到那一刻 其實如果非鏟會中那波呢 起碼都這樣說法 即是張法不是好夠多 但高普仍然是把這支狀態 還未去十足十的利物浦 這樣扯回的話 就好像有少少扯回腹底的感覺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看法 即是張法不夠多 那麽亦都是你說後防線那裏 OK你說伴隨著今屆 可能經濟能力 全球受到一個這麽大的影響 不是說那麽可以出重金 去力拼回一個好質素的中堅 那卡巴克看來不錯了 是可以成為2、3號的選擇 將來雲迪克商譽復出 那麽可能馬力浦有多一箱 那如果你是還要多一個 那你都要出錢去買 那這個非戰之罪 因為錢那裏 大佬我們講就講得口響 對吧 說買就買嗎 這一點 原有的元素 你又捨棄了 那麽未確實 下屆未來的組軍會是怎樣呢 如果高普繼續執教的話 看來是一個挑戰來的 我看回14至15那屆的球 高普要離開多夢特 那屆他們聯賽輸了14場 多夢特 很多球有11場 都是一球上落的 但整隊球最主要是 過了一個巔峰期 你供不到這班人 就沒有辦法再符合你那個 高的體能要求 這一點 高普在這麽多年來 其實歸根究底 有沒有提升過呢 所以我想他繼續留在利物浦 這個原因就是我看看他會怎樣變 今屆的小小跌檔的成績 可以說是一個要你去改變 要你去開發多一些元素的一個契機 那開始失勢的 斯丹換上奧迪利奧蘇拿 和諾迪高等等的球員 維持速率 這一點就是斯丹近這幾場 包括中間那場贏巴塞隆 那2比1比我們看到他厲害的地方 換一班人維持到速率 這麽大面積的雙柄 其實說大面積真的比利物浦更厲害 即利物浦都不能夠太過賴雙兵 皇馬都有很多很多 拿出來四個後防球員都不行 但是用得到的人 在這時候報答斯丹 拿早一個第四號中堅 就算你不認得他踢得太出色 這兩場博穩澤穩打 加上國家打比 完全是給你一個信心的 你會發現好像沒有華拉 華拉尼不太大影響 另外這個巴西中堅 之前我相信 甚至乎有些 不是太熟黃馬的球員 可能是 米列圖有個這樣的中堅嗎 可能你也會這樣 但是這個巴西中堅 近這幾場球 踢得下去好像是一個 已經是 今屆很多上陣比賽 或者是夾得很熟的球員 他真的為自己變成一個很好的基礎 有危有機 我想說些什麼呢 在危機當中 那麼利物浦就挽救不到 但是黃馬有些球員 就挽救到自己的足球前途 不是列圖 就是拿早 就是盧卡斯華斯基斯都很好 到現在你說卡華查那些出來的話 華拉尼、拉莫斯那些 會是一個更加 令到陣容的厚度 又更加大 雖然黃馬里看到這麼長球 你想想看 他們帶來作客的球員 有三個都是那些 在U隊抽上來的球員 即是 不是很齊整的 黃加馬特里 也已經不及巔峰的時候 那麼豪華 我看到一篇報道 就是來自馬卡布那方面的 那就是 賽後那個點評 有一句頗有意味的一個標題 就是排著隊向黃馬道歉 那這篇文章主要的指出就是 今季斯丹其實已經 帶領著黃馬上演一次 又一次的奇蹟了 黃馬在將近半個球季的時間裡 都不是用邊後衛出身 就是用那些左右二襲出身的球員 去踢左右二襲 但如今的黃馬老實說 在排面上 陣容上 也都不算是歐洲最頂級的了 這個我認同的 我上一次講黃馬也是 已經沒有那麼豪華了 其實黃馬的陣容 也都遭遇到頻繁的傷病的打擊 但斯丹就是能夠在這一堆宋菜裡 融合出最好的狀態 最好的一個水平出來 那一路頂著外界的批評和壓力 一路頂到現在 所以斯丹不開心 是有跡可尋的 今屆黃馬買那些什麼人 實際上 對不對 一路是這樣的壓力 但又怪罪於他 佛爺又不出手支持他 事實上黃馬也都受到 這個經濟很重大的打擊 有心而無力 去到現在爭聯賽 爭歐冠 機會都有一定先 而評論也都說到 現在的黃馬沒有拉莫斯 沒有華拉尼 沒有卡華查 沒有夏薩特 沒有盧卡斯華斯基斯 如果對比上一次 應該說是 之前一個重要的對碰面 就更加沒有了斯朗和巴爾 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拿祖第四中堅 盧卡斯華斯基斯 都不是正宗的右後衛 買列圖去到最近這三場 那才證明自己 他還要這個評論說 是最近這三場 咦 但是就是一支這樣的黃馬 過完一關又一關 當然去到四強 面對著車路士 車路士在杜曹的執教底下 杜曹也都有去界入決賽的經驗 又是另外一番挑戰 目前黃馬 你說他們本身去西甲 西甲有沒有什麼好爭呢 他們西甲聯賽剩下八場 比較實力強勁些的 就是剩下黃加貝迪斯 西維爾 以及維拉里爾 這三場 不過比較實力強勁些的對手 不過這三次 都是黃馬主場的 利物普樂如下 要爭回前駛 他們目前第31場有52分 距離韋斯咸31場的55分 其實只有三分距離 和車路士相差兩分 和第三位的李斯特城相差四分 但都要看一看 利物普接下來 面對著對手 要作客列斯聯 比較難踢些 接下來就是了 然後就是主場對著劉卡素 作客對著曼聯 這一場就比較重要些了 因為已經關乎到 就算大家沒有東西爭 這個對控 都會本身的激烈程度 都是可想而知的 接著就是收賀頓 作客西布朗 作客搬離 和最後主場對著水晶弓 兩場比較難 列斯聯和曼聯 這兩場都是要作客的 總結一下八強回合的 這麼多場比賽 總結一下 最高雲一等表現 我會封了尼瑪和麥巴比 事實上他們在這麽多隊裏面 零零零零零表現出來 那種高雲一等的水平 就是這兩個球員 最能夠充分展現出來的 那麼最欠運的球隊 我就會被拜仁慕尼克 在八強首回合那裏 對著巴黎聖日耳門主場出擊 射起腳 起了三十一次 亦都進了兩個球 但最後竟然是要輸球的 那你說多敢 不夠運呢 另外一個就是最欠運的球員 這個就去巴黎聖日耳門那邊 就去一次回合的比賽 面對著拜仁慕尼克 一共六次具威脅性的起腳機會 特別是當中有一個奇蹟般 五分鐘之內 三道中微中處的一個演出 那他可以說最不夠運 他這兩個回合就只差一個入球 最計算精準的就是黃馬 與其說計算精準 應該說是斯丹那個功力的展現 將一班已經是薄到已經是殘殘的球員 當中還有不少是老將的黃加馬得利 還有這麼大面積的傷病 但是遊俠成為一支具有整體戰鬥能力 那戰術演繹得出來非常之完美的黃加馬得利 除了說他們本身就高質之外 斯丹相信都有個很大的功勞 最險的剃頭或者最險的剃光頭的就是萬成 萬成對著多蒙特 你從大部分時間控制的場面 你覺得他們不應該這麼驚險 但是首回合一到最後被追和1比1 如果不是絕殺科登有個2比1的話 都真是頭癢 這場波作客 上每場15分鐘又比0下嗎 才可以記錄 又是六後1比0 1比0已經足夠出局 去到下半場1個12碼和科登一下的逆轉的射門 又令到有反級2比1 兩次最重要的不是比數 是過程的驚險 所以險過剃頭 歐冠病一路纏繞著哥迪奧拿和萬成 哥迪奧拿相信他也很想巴塞以外 再一次在歐冠能夠有成績 才可以百分百證令到自己 但是這次就叫做有個關 去到這個四強他們要對著巴黎聖人耳門 要對著兩位個人能力甚高的尼瑪 麥巴比的巴黎 最失色的主場球隊 我就給了利物浦和多夢特 大家不要以為是有什麼貶意 而最失色是因為這兩個球場的主場 球迷的氣勢威力在歐洲數一數二 尤其是多夢特是地獄主場的歐洲第一位 第一位沒有了一群球迷就不是第一 利物浦眼飛露出場氣勢 沒有了球迷進去也不是 我會這樣看 不是說找些東西來賴 如果這兩次的次回合 利物浦和多夢特 You'll never walk alone 這兩支球隊的會歌 是有正常爆彭的主場球迷入場 這樣又很難說了 可能利物浦會不會差這些東西 少許攤不上呢 大家去研究一下想一下 好 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又講到這裡 別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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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會這樣看 問我們 你有沒有